他17岁时生,孩子才半岁就自杀身亡。 如今他儿子长大了,模样超帅。 没想到竟跟演艺圈的某人超像。 原来背后真相竟是。 在香港曾经有很多女星都是艳星出身,比如舒淇等等。 特别在港片低迷时,香艳片一度还拯救了香港电影市场。 而在当年的那些艳星中,命运最为悲催莫过于陈宝莲。 这位被人称为绝世艳星的美女,在29岁时就跳楼自杀了。 并且据说在其17岁就失身,而在疯狂时也曾一年拍过6部男人片。 可惜是遇人不输,最终自杀身亡。 陈。 陈宝莲从出道前,就命运坎坷。 成长于担心家庭,自小就缺乏父爱。 或许,这也是后来陈宝莲和其前爹皇任中纠缠不清的原因。 缩在。 没有父爱的女孩,总希望身边陪伴的是稍微年长一些的男子。 在12岁时。 在12岁时陈宝莲跟随母亲移居到香港,15岁时就开始养家成为兼职模特,17岁参加亚解评。 选。 选。 虽然没有被选上,但后来还是踏入了娱乐圈。 如。 果陈宝莲有一个好母亲,或许陈宝莲也没有后来那么悲催。 1991年在母亲的怂恿下,并且在母亲的签约下,因为当时的陈宝莲还未满18岁,陈宝莲开始街拍男人片。 第一部男人片是《侠姐夜生活女王》,陈宝莲在里面扮演一个妓女。 之后,陈宝莲出演《聊斋三只灯草和尚》,这部影片由陈宝莲,何家居,陈奎安等主演。 也正是这部古装男人片令陈宝莲声名确起,不满20岁就称为香港男人片巨星。 其实在当年很多女星都曾拍过艳情片,比如在1991年,陈宝莲拍过《夜生活女王之侠界传奇》。 这部戏则是由叶子梅、李子等主演。 还有如电影《现代英照女郎》,则是由刘嘉玲、冯宝宝、周慧敏等主演。 而很多女星都在拍过艳情片后纷纷转型,也成功地将衣服给穿上了。 陈宝莲也曾有机会转型,据说在进入台湾影视圈后,陈宝莲认识了侯孝贤导演。 原本《海上花》,《千玲漫播》由陈宝莲出演,但由于陈宝莲状态不稳定,导致侯孝贤放弃了。 后来陈宝莲又拍了艳情片《艳将勾魂》,还是没有摆脱艳情片。 而在此之前,陈宝莲也还曾多次出演一些喜剧片。 如周星驰电影《国产期》中,陈宝莲出演中央调查组特务《艾美神》等。 陈宝莲之所以精神出现问题,相传是因为被李敖讽刺为台湾三大丑男第一位的黄润中有关。 陈宝莲恋情也较复杂,曾先后与莫少聪、黄紫阳等有过绯闻。 在1997年拍下夜晚两点钟,《蓝桂芳妻公主》及《我有我疯狂》等电影后,就成为台湾富商黄润中的前女儿。 黄润中一生风流,和多位女星有过绯闻,陈宝莲和黄润中在一次饭局中相识后,就以妇女身份对外宣称。 黄润中还曾公开说,自己和陈宝莲同床。五十次,却没有发生关系。 后来陈宝莲精神出现问题,多次为了跟黄润中女朋友争宠,经常在黄家大闹,以至于黄润中断绝了其妇女关系。 在1999年3月,陈宝莲甚至疑疑死要邪黄润中不随,服过量药物自杀。 陈宝莲在精神失常后,也还曾获命向大师指点,改名照宣问,并归依佛门,把号名慧。 尽管如此,陈宝莲还是精神不正常,曾有点火焚烧枕头引发火灾,也有在机场神志不清情绪失控等事件。 而在其临死前,还被传怀孕,并且竟然不知道孩子的爸爸究竟是谁。 陈宝莲所留下的孩子,后由王妃的前经纪人收养,王妃也曾出资资助,如今已经长成少年了。 在2002年7月31日,陈宝莲在上海的寓所跳楼身亡中年29岁。 在遗书中,陈宝莲还说:"妈咪请替我打电话给少爷,黄任中的昵称,告诉他。 。 宝莲去了,要好好保重身体。宝莲临死仍一直按住他。 。 可见,陈宝莲的自杀还是和黄任中抛弃其有关。 而黄任中在2004年2月10日,也因不堪忍受病痛折磨而离开了人。 。 是。 陈宝莲儿子酷似黄任中。 。 2002年6月23日,陈宝莲是在在泰国诞下林儿,其后带儿子到上海定居。 。 2002年7月31日傍晚,陈宝莲于上海跳楼自杀,留下儿子黄一,有传闻其生父是陈宝莲前爹黄任中。 。 。 后被王妃前经纪人邱离匡收养,王妃多年来也出钱资助。 如今黄一已长大,被指似陈宝莲前爹黄任中。 。 不。 过,当时报道,陈宝莲儿子的生父是姓图的美籍华侨酒郎DJ,杨明·林肯。 。 林肯当年25岁,身材高大英亭,17岁就被美国一家杂志网罗为旗下模特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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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许因为年轻,在有人眼中脾气有点火爆。 。 两人是在台北一家迪斯科酒郎内认识,当时,林肯在那里当唱片骑士。 。 。 但两人只交往三个月就分手了,原因是陈宝莲执意要把儿子生下来,林肯坚决反对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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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由于小孩尚未取名,将来若要归由台湾生父抚养,承办的手续将很繁杂 随后,黄润中的助理小潘潘表示,陈宝莲的后世问题,黄润终愿意帮忙 并且表示如果陈宝莲儿子的生父不愿负起养育孩子的责任,他会愿意帮宝莲养大儿子 陈宝莲去世后不久黄润终又搭上香港另一艳星正艳礼 而且他很快取代陈宝莲成为黄润终的首席女友 2003年春节,黄润终在家中开派对,数十位美女同时出席,再歌再舞,热闹非常 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使他犹如置身天堂 随后,他带领郑艳丽、安雅等六个大美女,以罕见的一托六出席香港的古董拍卖会,并且一致千金,一时间全港轰动 后来,自从黄润终身后,一时数岛狐孙散,众多女友纷纷离他而去 2004年2月10日,饱受病痛折磨的黄润终静静地离开了人世,享年63岁 守候在身边的也只有姐姐,儿子和私人助理小潘潘 黄润终曾自嘲说,人生像抛五线,当他要下来时,就下来,还真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也许是他最好的木志明 喜欢这篇文章的话,就点个赞分享出去吧 参考来源